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1日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先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還有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分享出來的視頻和直播了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一段影片的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小弟可以幫這段影片點讚留言 和將它分享出去 希望這一段影片可以接觸到更加多的朋友 我們知道Nichol Kipman現在來了香港開工拍劇 其實開工拍劇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現在搞到滿城風雨 可以說很多人都在討論的就是它被豁免檢疫這件事 本來豁免檢疫也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 但是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現在澳洲正正在爆發新型的變種病毒 就是Delta病毒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豁免它過來的話 相信它風險也相當大的 但是風險大不大呢 其實最重要是看一下 到底那個風險是管制得有多好 而最大的一個隱憂就是當它8月12日到了香港之後 其實兩天之後已經發現它是不斷的外出了 除了是拍攝之外 這個是它來香港的目的嘛 所以小弟覺得如果它只是拍攝有限幾個人跟它接觸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竟然跑去購物 老實說 購物到底是不是它專業的工作其中一樣呢 小弟是覺得非常之大疑問的 我們看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說它獲得港府豁免檢疫 是獲批准到香港進行與指定專業工作相關的活動 它要接種疫苗 指定居所逗留 定期檢測 提供工作的相關行程 其實這幾樣東西都是相當重要的 它如果是說進行指定專業工作相關的活動 Shopping 絕對不屬於一個專業相關的活動 因為如果你說去拍劇或者去看場地 這些是專業相關的 但是購物絕對不是啦 我們又看到政府的專家顧問 許樹昌醫生直言發釋來正在爆發Delta變種病毒 他來到香港馬上開工和購物 對防疫當然有危機 其實香港的專家顧問團很有趣的 李永遠見政府在決定政策的時候 他們是靜嬰嬰的 甚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到底在Nichol Kidman 豁免檢疫有沒有諮詢過專家顧問團 小弟不知道 其實很希望他們將這個透明度提高 告訴他們到底專家顧問團有沒有提供意見 但是我們永遠看到專家顧問團何時出來說話呢 很多時候都是等事情發生了 輿論出來 他們就走出來談政府做了些什麼 其實說真的 政府聘請你做專家顧問 你是不是應該在政府做決定之前 告訴政府這個決定對不對 而不是事後才走來批評 那你做什麼專家顧問呢 這個小弟很難以釋懷的 其實說這個Nichol Kidman是被人發現她購物 其實是報章已經有大致報道了 8月18日幾天前的報道來的 就是說在上個星期六 就是有記者發現Nichol Kidman搭乘她私家車去到中環 就是由她的保鏢陪圖 然後走去一間報廳叫COS的Course去買東西的 然後買完東西之後 她很快就返回那輛車 以及返回她在山頂道的住宅裏面 其實不是這個事情的長短的問題 而是她在沒有隔離 沒有檢疫的情況下 她跟那個布鐵 跟那個服裝店的 照計應該跟那些售貨員是有緊密的接觸的 應該都會有面對面 可能有傾談 有私心有幫他們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跟她親密接觸的話 其實這幫人有沒有被列入跟蹤或者檢疫的名單裡面 其實小弟真是看新聞 完全看不到有相關的報道 就算你說Nichol Kidman是嚴格監控的情況下 是不是跟她有密切接觸的人都要受到監控 這個才是為了香港防疫做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但是為什麼沒有專家顧問出聲 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其實事情爆開之後 丘騰華先生都出來解話 他說強調涉及隊不可以通街走 一定要接種疫苗 抵抗之後要接受多次的檢測 就是說同樣的事情 逗留在指令的地方 如果需要外出的話 一定要按事先行程去做 說當局會派員監察 到底誰負責監察呢 他去購物到底有沒有人監察過 有沒有人阻止過他呢 其實小弟很希望政府當局是可以將這些資訊 透明地告訴香港市民知道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小弟作為一個雷聞 不是專家 專家做不到事 唯有我說話 其實所有跟他們涉制隊 和和Nichol Kidman有密切接觸過的人 其實全部都要接受監察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仍然是處於一個狀態 我們很希望社區是零感染的 那其實絕對不可能為了一個人來到香港拍片 沒錯 經濟很重要 小弟從來沒有為經濟不重要 但是為了經濟而犧牲檢疫 放棄人命的安危 這些是更加影響民生的東西 其實這些事情可以避免之餘 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 所以其實很希望當局 除了是密切監察著他們的涉制隊和明星本身 不要通街走之外 所有跟他接觸過的人 其實都應該是放在我們的監察網之下 我們一定要知道那些人有沒有染病 要幫他們做足隔離和做足檢測 這樣才是真真正正可以保護到香港人 為什麼這麼緊張 因為澳洲失手了 澳洲其實我們看到剛剛21號 今天的報導 就是說澳洲已經錄得有紀錄以來 最多的新冠肺炎的一天 這個就是剛剛20號那一天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Wildometer的記錄 我們看到澳洲已經去到一個新的高峰 這個高峰就是 對不起 是8月19號 這是澳洲一天最高新冠肺炎 疫情的紀錄747人 當然你不要拿去跟美國和印度都比 現在澳洲就跟澳洲自己比 美國的十幾萬人一天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根本就是 可以說這個政府是完全不要得 但是澳洲其實他們檢防疫都是做得挺好的 所以現在七百多個其實已經是他的紀錄了 而甚至一看到有這麼多人感染 其實適量是馬上要鎖成的 當然了 白人嘛 有很多澳洲人就走去抗議 而警察就要對抗抗議的人中了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澳洲自己很謹慎 反過來我們去香港接待一位澳洲來的大明星 是不是我們都應該有同樣的謹慎程度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香港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說不清零的 從來香港沒有說過要和病毒共存的 所以其實早前我們都看到先兩天 梁紫超醫生就在媒體的報導上面 就是說港星的防控政策不一樣 所以沒有條件建立任何的疫苗氣泡 其實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 香港從來沒有放棄過本地清零 而新加坡已經放棄了 因為新加坡已經說要和病毒共存了 但是香港是從來沒有放棄的 所以香港沒有放棄的話 我覺得香港政府更加不應該放棄過 一個嚴謹的抗疫要求 所以這次很希望接下來的兩天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出來澄清 看看它怎樣去保住 Niko Kipman來到香港拍劇所造成的防疫漏洞 希望這件事真的可以安倒香港市民的心 其實說真的小弟對那幫專家顧問團 已經不敢寄以任何厚望了 不要說厚望 任何希望都不敢有 只是希望政府在這個時候做一件對的事 其實我們看到政府一直以來都極希望可以振興經濟 所以一路就有 例如這次就是放寬給Niko Kipman入境拍劇 就是為了想支持演藝界 其實也看到之前為何一直跟新加坡在談旅遊戲譜 也希望在可接受的風險程度下和其他國家建立聯繫 也都可以因此而提升經濟 但是很可惜小弟看到他永遠都是漏了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是誰呢 小弟可以給大家看一看資料 2020年香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排第一位是誰呢 沒錯 就是為祖國中國內地 所佔香港的貿易的量呢 其實佔了全香港超過一半的 但是呢 這麼重要的貿易夥伴 我們香港有沒有好好地去和這個夥伴做一個摺頭 盡快打通和這個夥伴之間的人口往來呢 對不起 小弟見不到香港政府有盡力 反而我見到香港政府很多時候就是盡量去和歐美 和其他國家包括新加坡 就是談一下怎樣去建立旅遊泡泡 就是去等別人的人來到 我們的人去到 但是對於內地呢 對不起 沒有做同樣的積極的事情 其實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政府新聞處 已經是每年都有做這個報告 就是看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貿易 這裡我只是講了摘要了 詳細大家可以自己找來看的 在過去十年以來 內地同時是香港最大的商品整體出口目的地 和商品進口供應地 一個這麼重要的貿易夥伴 我們去搞什麼旅遊泡泡 搞通關 竟然不是和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去搞 到底是為了什麼理由呢 我真是沒有辦法由理性的角度去作出任何解釋 唯有就是在想是不是有些人的立場 不容許他們做這件事呢 如果是這樣 就真的相當之可悲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到現在的抗疫政策 真的有什麼可以和內地接軌 盡量輪到我們中港兩地通關 小弟見不到 內地走的健康碼 澳門做得很好 接軌得很好 所以澳門和內地可以通關 香港有沒有做 沒有 甚至香港做一個叫差不多 可以和健康碼可以說有差不多的功效的 你不和健康碼接軌也算了 你用同樣的方法 可不可以在香港管制呢 但是結果都是做到半吊子 怎樣半吊子化呢 有很多政治立場或者被人水騙了的人呢 他們根本對安心出行這件事很大抗拒 他們都不強迫每一個人都要做 所以就變成了這個防疫漏洞 你怎樣去說服內地政府這麼嚴密的監控情況下 給香港人自由出入中港邊境呢 我可以說這件事絕對是遙遙無期 除非香港改變我們現有的做法 但是很可惜現在真的有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有沒有人去鼓吹這件事呢 我們看到市面上市民的聲音就多 但是政府所做的事情又如何呢 其實希望真的由今天開始 今年你要通關 小弟真是見不到任何的希望 因為香港到現在仍然是可以說在防疫方面 我見不到一個人很嚴謹 好像直追我們內地的水平 小弟完全見不到 但是其實由現在這一刻 是不是可以開始盡量去做好一點 我們將這個寄望是不是可以放在明年的年頭 甚至是明年之內呢 其實如果無料期繼續 中港沒有可能通關的話 其實最大的損失是不是內地呢 小弟這樣說內地一點損失都沒有 去少一個地方而已 沒問題 內地的內需其實已經可以帶動經濟 不斷的增長 但是香港還可以承受到什麼時候呢 所以真的很希望我們的高官們 不要只是高薪厚職 確確實實為香港市民做多些事 香港是靠他們去幫我們做正確的 好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又想支持小弟的話 幫小弟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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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